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大陸在4月份的住戶存款金額 短短一個月之內 跌了接近8000億元人民幣 這個現象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就是大陸那些大好友的說法 疫情過後大陸出現了報復性的消費 人們紛紛去買車買房 第二個說法就是 大陸的中下層真的不行了 一個一個由於失業的關係 要食谷種在銀行拿回存款應急 到底哪個說法才行 我們首先看看數據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的住戶存款 其實是增加了6.47萬億 只不過到了4月 住戶存款反而減少了7996億 今年頭三個月的住戶存款上升 其實很容易解釋 主要有兩個因素 第一 就是那群打工子女 在過年之前出了年終獎金 花紅 所以 往往在過年之前的月 其實住戶存款都會大升 好 第二個因素就是 一過年以後 疫情就開始大爆發 有很多城市都實施了封城措施 就算沒有封城也好 社區裡一定會有嚴格的管制措施 使得很多居民出行都非常不便 而且全球的旅遊業停頓 搞到這群人基本上 無處消費 所以頭三個月的存款上升不出奇 但一到4月情況就急轉直下 住戶存款跌了接近8000億 到底這是什麼原因導致 大陸那群好友分析員就說 這就是因為疫情過後市民出來 報復性消費 去買車和商品房 但大家聽也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合理 市民出來消費報復式買東西 都是買消費品 不是買一棵蔥買一棵菜 你是說買車買樓 沒那麼誇張 一復出就馬上買這麼大堆的東西 我們又看看大陸的數據 到底買車是不是真的上升了那麼多 事實上 4月份的綜合銷量來說 就比起3月份的時候 升了接近四成有多 但3月的時候基本上 那些消費 完全是陷入一個冰河時期 所以你不升才會期 如果要比較的話 就應該拿回去年4月份的數字出來 一拍下去就知道今年經濟增長一定是衰退 到底比起去年同期 這個汽車的銷售量是升還是跌呢 其實仍然是跌了5.5% 即是告訴大家 這個說法似乎不是站著腳 報復性消費沒錯是有的 你看到那些大陸人 周庶去國內旅行是有的 但是 似乎不是用來買車買房 到底 為什麼會跌了8000億元呢 另一種說法 就說 中下階層開始 就在吃谷種 今年大陸的春節假期 其實就延長到差不多整個月 所以一直到2月底 大陸官方才說要號召全民復工復產復耕 在春耕延遲了整個月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那班工人回到工廠以後 也沒有用 因為外貿訂單 就減到差不多清零 所以很多工人都被迫要放無薪假期 甚至乎有些廠商索性捲席走人 藉著這個契機 就將廠商搬移去東南亞樹 好了 這班傢伙哪有運行 實情根據一個 大陸叫做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調查的 報告顯示 其實 月入不足5000元的網民 有6.5億人 佔了全國的72.4% 這裏的網民其實就等同於人民 因為大陸的互聯網和智能手機 就相當普及 這個數字其實都反映得出 在大陸來說 中下階層和低收入人士仍然是佔據著主流 這班人就慘了 他們就要面對著失業或者就業不足的問題 根據4月份的中國全國城鎮調查顯示 失業率就已經升到6% 但你信不信這個數字是這麼低呢 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YouTube上有些大陸人放上網的影片 是發現得到 很多大型的城市 其實不少的農民工基本上連租都交不起 所以被迫要流到街頭 尤其是深圳很多這些人 在街頭那處周圍流傳 睡街 但是他們又不願意回去這個鄉下那處 為什麼呢 因為這班農民工或者農民工的後代 其實他們對於種田都相當抗拒 第一就算鄉下那些鄉親父老真的有田 留給他們耕得好 這班人都未必懂得掌握到那些技術 懂得掌握到那些方法去耕田 第二來說 就是這班人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 他們也是不願意去落田 因為大陸的耕作基本上還是保留著相當原始的方法 就不是美國那些 駕駛的飛機在播種 駕駛的好大價的收割機在收割 完全不是那回事 基本上還是要那個人很辛苦地下手下腳去做 這班人肯定就不肯 故此與其再浪費錢去買張車票回鄉下樹 不如就留在城市等待機會 這些因素其實都會解釋得到 為什麼住戶存款 跌了接近八千億那麼多 因為這班人真的正在吃谷種 盡量縮減那些開支 可以不用就不用 可以不交租就不交租 但是吃也要的 所以 那個存款就下跌了 我就比較傾向這個解釋 沒理由說那些人去買車買房 哪買那麼多 當人傻了 接著就講一下 外貿訂單的情況 其實外貿訂單就跟失業率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中國的代工廠很多都是主要接外貿訂單來做 如果單靠中國的內需 就已經分植了很多年 根據官方的數字 就說4月份的失業率是去到6% 但是似乎東莞的廠商就不是這樣看 在東莞裏頭 有一家紡織廠的負責人 他就說自己那間的廠房 專門為國際服裝品牌SERA CKPOLO和GAP 來代工生產一些針織衣 好了 他這家的廠房 每年的產量 達到1000萬件 但是今年的海外訂單 就已經取消了700萬件 由於外貿訂單的減少 他的廠房 有八成的工人都在放假 如果 如果連內貿訂單都沒有的話 工廠就已經撐不到現在 收拾了很久 不過對比起外貿訂單的數量 目前內貿訂單只不過是杯水車身 比如說以前SERA放了一張訂單 其中一個款式就可能做成三四十萬件 但是內貿訂單如果做到1000件 就已經是相當不錯 這個情況當然就是反映了實情 如果只是靠官方的數字 根本就是穩笨 你說只有6% 喂 如果只有6% 就不用中央政治局常委 特地開會 又說要 紮實地做好陸穩工作 全面落實陸保任務 什麼叫做陸穩陸保呢 大陸真的很喜歡搞這些假大空辭匯 陸穩就是穩就業 穩金融 穩外貿 穩外資 穩投資 穩預期 陸穩就是 保居民就業 保基本民生 保市場主體 保糧食能源安全 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和保基層運轉 實際上這些假大空口號 能不能落實得到呢 就不全然是看中國 究竟做成怎樣 因為現在全球化的經濟底下 你也要看看到底外貿訂單 什麼時候回來才行 對不對 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目前你也說 相信 高峰已經過了 慢慢要等待回落 但是外國 不能那麼闖絕 來 一按制 就說全部人復工復產 人家也要防止 再度爆發 好了 你起碼還要多兩三個月 才可以初步回復正常 但是大陸的經濟能夠等多久 在中國 等待外貿訂單 一班回堂的同時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做事 他在接受霍士商業頻道訪問時就說到 說這個疫情突顯了美國製造業要將供應鏈撤出中國的重要性 他就說 這些愚蠢的供應鏈是遍佈著全世界的 所有的零部件都在不同的地方來生產 只要世界上有一小塊地方出現了亂子 所有的事情都會搞和 他就強調 要將整個供應鏈全部遷回美國 當然他這一種想法是比較極端 亦都是切頭切尾的反全球化的先鋒 其實特朗普也是很巧妙地用魯迅的所謂開槍輪 他就很想在這個牆壁那裡開槍輪 但是叫價的時候一定就開天殺價 就說要將屋頂拆掉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那些美資企業就算不將整個供應鏈遷回美國 中國也好 起碼都會先撤出中國 到底中國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實質我們再看五月份的住戶存款的數據就知道 如果五月份的存款數據還是下跌的話 那就是說 大陸的經濟就是非常之嚴重 因為那些中下層仍然在吃谷種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